三月底到四月中旬是採集零件別的規矩 今年因為收到氣候的影響中了方的零件沒有開花 和香榮是沒有花比較好採集 今年零件過大開 原本是說可以大工修 不過香榮露行列表是 大河去途中天氣不穩定 溫度不夠管 所以零件過不吃別 採別的政見也是不理想 中了香榮露行列表大開 香榮露行列三月底酒油 把四百萬的香榮露行列吃 來燈開到菜味的工廠 不過香榮露行列的修行算不太理想 以往兩百香榮露行列表收十多湯的味 現在多一倍燈得收到三湯 也損失到這麼多味道 在07年、06年四天 四天你去幹蜂場不會像這樣亂 今年第二期就亂了 那個蚊杖都被壓著 可以證明說都沒有出蜜 這個昆蟲的東西它有一種習性 為什麼?它這個蜜假如它去採到沒蜜 有的不回來 有的會很凶 到處亂撞啊 它又怕人家搶 今年由它起了不夠冷 像說幾個月沒落後 這麼多年金都沒開火 香榮公沒被打收 飲酒休憩一年 好加在政府有補助 今年年金火開得不錯 大家認為應該是風修年 想不到運動不夠太冷 有火是沒別 造成年金的採收 也是沒預計好 不然因為今年的話 開的有六層七層 應該是很好 問題早上冷 中午以後才有太陽 你早上溫度有二十二度 一整天都有蜜 現在都是十幾度 十六度、十七、十八度 地熱沒起來 你開花也沒有用 路線也表示 這幾年是到家的影響 正經火比採取的進行都不好 所以消費者如果想買到比較少的拍子 後面可能是不大 記者讓你們先炒補兜